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然的话可能就两手空空进去 进到去的时候先跟它含旋几句 讲话啊 FORM啊 讲家庭啊 讲风景啊 讲什么养鱼啊 讲猫啊都可以 然后就问他 你的厕所在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厕所在哪里呢 你就开始要去厕所了 走过厕所 最重要是去他的厨房看一下 看他有没有水机 有没有买了 我们把他用CAN 如果他已经买了的话 等一下可能 你就只是赞美他的CAN很美 因为你要Close他的机会 就减低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 我们爱康的水机 如果他没有 他用别家公司的水机的话 恭喜你 因为有用住绿水器的人 你Close他机会 会很高 如果他没有的话 更加恭喜你 因为你肯定可以Close他的 如果看了过后 你大概还要找一个位置 等一下把水机放上哪里 让他有信心 而且觉得很方便 马上就可以安装了 然后就上面 SPA一下看一下 然后去厕所 出来了过后 他觉得 哇 刚才看你厨房很漂亮 称赞他一下 给他觉得很有满足感 然后就大概是 10分钟 20分钟之间 因为对了 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要跟你分享 那时候就把我们的水机的 Farling拿出来 把我们的TTS 把我们的电解拿出来 要跟他试水了